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迟到 其实念佛不能 你要学专心 学专才能够达到异心 所以你看那个周立盘德 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他专心 把他的精神意志集中在少把 集中在少地 那我们今天的根性比他好 你能够把你的精神意志 集中在这一句阿弥陀佛 当要念佛的时候 万言放下 念头起来不要管他 只要你把他抓回来 专注在这一句阿弥陀佛 你知道就好 这个念头又起来了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不要管他 你越管他又起了一个执着 起来的时候 你就把他拉回来 专注 所以师父在念佛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拿着念主 学人我没有跟着念主 但是起头念头来的时候 我再念佛 有时候跟他讲 我们商量一下 我知道你现在到处要跑 因为我们习惯了 这个念头习惯了 到处跑 但是现在我万言放下 半个钟头 我就半个钟头万言放下 专注在这一句阿弥陀佛 把心放在这句阿弥陀佛 当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 我知道 你耐心一点 我要念这句阿弥陀佛 这样沟通 感觉不错 不用去理他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所以念佛其实不难 难在哪里 难在我们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